字幕提供 我現在就要介紹一間 雲大的影證件相的店給大家 帶阿拉去影證件相 這個店我之前帶過朋友來 他的照片是超級厲害 咦 為什麼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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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仔也是假的 因為我拍的時候 不記得脫耳環 哦 拍完回去才發現 然後他就幫我斬到這邊的耳仔 吸過來一點 可以跳了 在韓國影證件相 價錢通常都是由一萬塊起跳 所以這間也算是最便宜的 這裡會有 Spray 泥 梳 梳 讓你先整理自己的樣子 先試一下 他現在用黃金分割法 幫我的臉在拉皮 很大分別 像打機一樣嗎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 收了一半 有什麼事 可以寫一半 把梳鋪給自己 很漂亮 好 這裡呢 就是 year-one的我 這個就是 現在做完容的我 太油頭粉麵了 男人要有些 皺紋才成熟 女士來這裡就適合了 可以撿到你的臉 無瑕疵 水光機就是這樣形成的 同樣在弘大區 我們來試試另一個體驗 就是很多人都很有興趣的韓式髮型屋 韓國的髮型屋 最有名的就是服務一樓 在韓國剪頭髮 有些SALON會送東西給你喝 是怎樣的 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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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怕 不怕 怎麼會怕 它剪出來的頭 韓國剪頭髮好像很小的 所以我第二次在這裡剪 韓國的髮型屋就叫做美容室 跟香港SALON最大的分別 就是美容室除了剪頭髮之外 還有化妝、修夾、修眉等等的服務 一個地方就可以滿足你幾個願望 好啊 剛剛跟姐姐聊天的時候 我問她 可能因為人運到大區 也有客區 所以她說 外國人多 韓國人會比較少 這一間就好 大家幫她修眉 既然有這樣的服務 當然不要浪費 對不對 我覺得很大的剪片 它剪完之後 那一刻其實不太好 但她吹完之後 再修眉 之後就差很遠 有什麼問題 看韓劇的你可能都知道 韓國人真的很喜歡喝酒 下一集我們會教大家 韓國人喝酒時候會玩的遊戲 還會介紹一間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酒吧 給大家 下一集我們一於不醉無歸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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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不要